又到了星期六啦 又是北上消費的好時光 第一時間當然要到地下商場擴兩擴啦 剛巧就被我們見到有一間什麼啊 茶哥石子湯粉啊 挺人氣的 馬上試吃 有很多套餐給你選的 也可以自己剃 作為追求民主的小片 當然要自己剃啦 大佬 剃完加加賣賣30元 唉 地下商場 唉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廚師呢 在電池樓那裡真的用石子煮 煮一下他就煮好了 我點的是這個什麼 美味金湯配紅薯粉 這個金湯的確挺香的 還有這麼多番茄做湯底 我喝下去也覺得OK的 微蒸就一定有的了 只不過是放微蒸得來 好不好吃的意思 你也知道大陸最流行什麼 一滴香的嘛 這個東西呢 我選了什麼風味牛肉 不是謝亭峰那些 花花菜啦 千葉豆腐啦 還有蝦滑 其他東西都中規中矩的 唉 我真的要說一說這裡的蝦滑 WTF 你看看 你有沒有 指甲丁這麼大的蝦滑 你給我拿出來買 我大大話說我給了5元加這個蝦滑配料 你只有兩塊仔指甲的東西 喂 不要這麼呼喊好嗎 那作為一個有訴求的食客 我當然是跟員工反映的 那個是老闆來的 是老闆來的 反映完呢 老闆就說 是這樣的啦 很出奇啊 不用賺錢啊 唉 憂愁 這間店的味道是不錯的 但是 我會小器的嘛 我不推薦了 大家不要去吃那間店 因為 他騙我了 拜拜 沒有到我啊